游泳一下 然後慢慢 你要不要請他砍一下 嗯 左邊這邊喔 然後我隔離了21天 對 其實是14天啊 然後要自煮7天 對 好像坐月子一樣 因為我是一個吃貨 然後我就覺得台灣水果很甜耶 對 然後就可能 會讓我每天想要吃台灣水果 對 沒有啦 當然 但我的擇偶條件沒有這麼高啦 對 就是 順眼就好啦 對 對 不一定要像彭于晏 彭于晏只是一個男神的一個標誌 對 如果說台灣的話就 彭于晏 或者是 邱澤也不錯 什麼 撞鬼 撞鬼 怎麼發現有點奇怪 就 我們那時候就是錄音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錄得很完整 然後收音都說得很好 OK 然後就放工回去回家 然後剛好就是有一個錄音師要用到那個 Studio 然後就說 咦 我們剛剛有錄音嗎 為什麼那個 Cable是沒接的 就是那個 呃 那個麥的Cable就是沒有接去 沒有接去 對 對 沒有接去那個 類似吧 它那個 線有插那個線 對 就是那個麥是那個線是沒沒插的 根本沒插上去 對 照理來說應該是沒聲音的 那當時 當時我就是覺得 欸有聲音啊 而且 我們都錄得很順利 還有一次就是我來到台灣 就是搬去我的就是住家 是一個公寓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 呃 晚上就是有點 睡不著 然後就 就開始有一種就是我無法分辨說是在夢裡面 或者是在現實 然後就感覺有 有個黑影就是在我旁邊 然後他就 他一開始好像要幫我打掃房間這樣子 嗯 對對對 他就是有那個掃東西的那個聲音 然後之後他就站在我的床的旁邊 他就開始撫摸我的全身 嗯 撫摸你全身 對對 然後我就整個 那個那個觸感很真實 我就覺得很 好像在現實當中 然後我就整個醒來 就嚇到醒來 那個場景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無法曉得 到底是在夢裡面 還是在現實 可是你要招小偷的人就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